字幕提供 大家好 我是千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 2018PRP90分鐘耐用賽 第十二戰 PCRK A組 在NAP6國際的 精彩片段 我們現在看到的畫面是 GOTS的畫面 正在追擊前面的畫面 雖然這麼說可以看到上面 名字的那部分 GOTS在日時 後面沒有人了 目前的最後一名 他是追上了之前淘汰圈的渡邊 但是前面發生了很多意外事故 所以還導致了這樣的結果 看得清楚在這邊走內線 我的距離實在是太遙遠了 大概是為了避免 撞到渡邊的屁股更多一點 第一彎 想嘗試 又縮了回去 用一台車出去 Alex Alex 的失誤衝出去了 看得現在上升到第九名 我看得再一次在這個 反台灣企圖嘗試操車 兩車碰撞了一下 趕得打到前面的位置 超過了渡邊 這個 腳扣了一點分 這樣可以突破被擋住 繼續往前追的困境 可是渡邊其實速度也很快 超過之後 沒有太快 然後馬上被甩開 這個完後 渡邊佔據了內線 再一次套大的圈 下一個完 渡邊又自己開出去 前面的位置 再交到他的手上 原來他們已經在纏鬥中了 這時候看得不需要再讓車 跟渡邊拼到底 這個聲音 渡得怎麼 跳回去了 又回來了 這應該是網路造成的問題吧 渡邊又在這裡拿到內線 這一次後再下一個彎 沒有食物的話就能保住位置 現在沒有保住位置的問題 渡邊成功了 在這邊小開出去一點 尬的開出去更多 尬的失控了 尬的撞到牆壁了 不知道撞得嚴不嚴重 我大概是退出纏鬥了吧 這下 後面又馬上來了一台 兩圈之後 快點又再一次回到渡邊的後面 其實是追很快的耶 剛剛那個距離 下次就撥短然後追上 連續彎道 從個地方被超了想要超回來 而且失敗了 馬上就要來到法甲灣 沒有辦法在被超的地方復仇 因為在自己拿手的彎道上 還有機會 急速接近 進了內線 超車 成功 可以說是免於被超圈的命令了嗎 好像還太早 距離比賽結束還有一小段時間 這幾場因為斷線的關係 我們是比20分鐘制的 而這時候的時間已經是來到了19分鐘 大概在一兩圈就會結束比賽 馬上要來到渡邊比較厲害的區段 哦!渡邊頂了GOT一下 自己走了草叢 大超捷徑 搶了前面的位子 兩圈就用我輕輕碰了一下 碰到我頭下兩個人都沒有失控 真的是蠻厲害的 不願意被套圈的GOT繼續猛追 接下來就來到法甲灣 瞄準內線 進了 兩台車又碰在一起 這次的GOT 稍微大滑出去 我們比賽時間在這時候已經結束了 GOT還是沒有免於被套圈的命令 接下來學第二名 起跑的時候 GOT是講 第九名起跑 上次到第八 第七 一個起跑 連續搶了兩名 前方事故 撞上了 我跟GOT的同時撞上事故車輛 差一點把事故車輛撞翻 撞翻就直接廢下來了 這個事故還挺大 等下看看還有沒有更清楚的片段 GOT來到了第六名 剛剛撞那麼大力 難道沒有車損嗎 現在在GOT的後面是洞邊 我們剛剛看過比賽派結束時的片段 這兩位可以說是10A相當嗎 洞邊在這裡搶了內線 進攻成功 請到前面的位置 剛剛稍微頂了一下對面的車尾 轉位高手不一樣不會失控 往後一點 這是剛剛前面 啊!被撞的 是藤人 掉到最後一名 被撞那麼大力經過一圈之後 趕上大家 現在從最後開始追 一下子就把我解決掉了 欸!我又再次抄了回來 出租前面 我應該是完全沒有辦法跟騰人比速度的 那之間的實力差距我是非常清楚的 這時候原來他撞壞了 所以就讓我多擋幾下吧 再把兩萬騰人搶了內線 出彎的速度 喔!騰人直接往外側開過來 把我擠了出去朝車 既然被超過了 就跟上騰人 兩台車想一次在大直線透過ALEX上面 而這場地是非常的小窄 沒能成功 騰人在入彎的時候撞到ALEX的失控 我接連的追撞上去 騰人 ALEX都出賽道 只有我一個人 逃離現場 同樣名次不滅 第九 雖然他旁邊的車子換人了 接連這兩個碰撞 同樣的車損 我想應該是不會太低 現在已經超過ALEX來到第八 ALEX掉下去現在 前後是渡邊 跟歪歪 歪歪在前面 渡邊在後面 等他們反向彎出彎的時候 要朝歪歪車自己稍微打滑一下 跟歪歪擠了一下 但還是從最旁邊 一口氣通過 煞車的時候這個不穩的程度 看起來車輛非常非常難駕馭 彎彎馬上在第一個彎 第二個彎這邊 取回前面的位置 可惜接下來就開了出去 還是被騰人打敗 騰人在這裡實在控制不住車 開出賽道 撞上牆壁 這不修車真的還能開門 我的鏡頭轉到前面 就是剛剛脫離纏鬥的我 追上了再前面一台的GUD 機會感覺不會這麼早來臨 雖然這個距離蠻近的 還是保守的 提早剎車走了正常的路線 進行靠壓力量飛行出去 前面的跟著跑了大直線 不怎麼大的大直線 沒有機會靠尾留超車 等到第一個彎 差一點煞不住要頂到GUD的車尾 回頭看影片發現自己還蠻長這樣 在跟車的時候 感覺要小心點才是 感覺要小心點才是 好 稍微損失一點速度 馬上又浮了回來 再度黏上卡的 一拳就結束了來到卡交換 飛車距離更遠了 更不可能超車了 感覺風出完池 比較安全的 不知道有沒有這個精彩 持續的跟著蓋著 就這樣穩穩的黏著 在這高速玩具我的速度好像略升一籌 逮到了GUD的內線 可是還沒有並行 撞飛了GUD 以為自己過得去其實過不去 慘招口粉 回來了的時候還差一點印象到後面的車 還好沒有發生任何事故 還好沒有發生任何事故 名字掉到D媽 又要重新轉一次了 前面的奴隸都因為一個衝動白費了 後面的藤原也慢慢翻了上來 看起來是沒有胸出的樣子 在這邊 失控 失控 整個衝出賽道 最後滑到路中心停下 杜邊只是在我滑的時候 繼續前進衝刺 前面的GUD 跟不知道是哪一台 一起失控 然後 杜邊一口氣上升名次 到應該是第五 是不是沒有即時更新 再來是我們這場最精彩的 起跑藤原的視角 看看起跑圈試步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同樣一下子拉開距離 走內線 自己開出去打滑 被翔克追蹤上 急著前進 擋到後面車的驅路 整個被撞飛了 我們再開一次 撞第一下 第二下 哇 真的是沒分運氣好 如果收看這部影片的 有在玩賽車的話 在賽道上失控 記得不要動 如果後面有車的話 好 阿翔哥非常順利拿下 起跑最前面的位置 後面的勝修 第三 正在追阿賢 大家外內線 成功超車 一二三四名黏在一起 阿賢在直線速度 好像比較快一點 瞄準了內線 結果謝老闆吸著尾流 反而超過阿賢 多拿下來的名次 哦 才剛成功超出了謝老闆 在這裡 小失控 自己開出了賽道 名次掉落 現在守則第四 正被後面的車進攻 後面的是歪歪 稍微扭了一下 被渡邊超車 向渡邊跟著謝老闆 歪歪也緊跟著 馬上歪歪 笑老闆走了個中間路線 歪歪失控 直接滑過來 笑老闆勉強逼過 歪歪擊落了中邊 後面回賽道再擊落了另外一台車 慢動作看一下 這場的事故都還蠻嚴重的 我們繼續看謝老闆 剛剛這一次呢 躲過的那個事故 現在應該心跳加速吧 馬上跳完再一次追上了 阿賢 是否能夠彌補剛剛的失誤呢 距離似乎是有點孩 這一圈即將結束 最後一個髮夾彎 最後一個髮夾彎 老闆急速接近 半甩過髮夾彎的感覺 這速度好像還慢了下來 剛剛的接近又沒了 比賽到現在還進行了三分多鐘 機會還多的是 感覺好像越來越遠在這座阿賢 小小的滑了一下 速度賣下來馬上下班出回來了 穩定性的決戰了 穩定性的決戰了 這條路說真的很狹窄 尤其是123號 這邊連續玩的地方 每次都跑起來蠻危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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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琳的阿賢就這樣出去了 好 我們這集精彩片段就到這邊 喜歡的話可以在下面幫忙 按讚、留言、分享出去 訂閱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就比較不會錯過新的影片跟直播喔 FB粉絲團跟LINE的官方帳號都可以去追蹤 那就這樣 謝謝大家收看 掰掰